人类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平等 甚至如果我们广义地讲 就是自然界同一种生物中也是有不平等的 尤其是现在人类学有一个分支 就是讨论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一同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在很多动物界也是等级分明的 一些社会性的动物像蚂蚁蜜蜂 包括领长类 很多动物都是有所谓的兽群 都是有头头的 什么头狼 他们不仅对食物有垄断和分配权 甚至对配偶都有对性资源都有垄断权的 但是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是阶级呢 当然不能说是阶级 因为所谓的阶级我刚才讲了 它一定是要在经济关系中而不是政治关系中 而且这个也符合马克思的定义的 它一定要是某一种生产关系的产物 在生产关系中 假如你是因为投入的要素不同 形成的那种诉求不同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种阶级 如果有这种不同导致的不平等 那我们可以说是阶级的不平等 但是如果不是 比如说一个强盗拿着刀在路上绝持 一个路人强盗和被决持者之间的不平等 你就不能说是阶级了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犹太人大家知道在德国是一个很富裕的阶层 大量的人都是大富翁 但是他们是弱势的 希特勒可以说没什么财产 但是他是强势的 这个和我们讲的阶级也不是一样的 实际上所谓的阶级对立凸显 一般来讲如果就客观条件来讲 他一般的条件就是 其他的差异被消灭了 也就是说假如有一个社会 那个有权者和无权者 那个那个特权 有特权的人和那个当奴隶的人 是吧 那个什么 那个实行歧视政策的特权民族 和那个被歧视的民族 这些差别如果都消灭了以后 剩下的仅仅是自由人之间的 有产和无产的区别 多产和少产的区别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 那个所谓的阶级就会非常的突现 但是自从阶级理论产生以后 的确也产生了一些现象 就是有一些阶级政治 并不发达的社会 统治者基于某种需要 他会把他的统治 解释成为一种 一种在阶级政治中 主持公道的这样一种政治 是吧 很多那个专制社会 都有一种现象 就是统治者说 现在社会的一切灾难 并不是专制造成的 而是老百姓中的各种各样的区别造成的 是吧 比如说老百姓中有穷人 有富人 是吧 那么他就说 老百姓 现在社会的一切灾难 是因为富人欺负穷人 是吧 或者反过来讲 是因为穷人仇富 是吧 那么就需要我来 那个那个 那个做一个最高仲裁者 像那个 这个不管 不是中国了 像当年那个沙皇俄国的警察头子 是吧 也是 应该说是沙皇俄国中的最反动 最保守的一个政治家 是吧 这个人呢 他的确是极端的保皇派 所以他在二月革命以后就自杀了 是吧 他是一九一七年 那个俄国革命以后自杀的 但这个人很有意思 这个人非常热衷于办公会 当然办的是官办的公会了 是吧 他是坚决不准有那个自治公会的 是吧 而且他经常跟那个工人说 说你们要支持沙皇 是吧 他说你们干嘛需要宪法呢 干嘛需要政治自由呢 这些东西只有你们的敌人 才需要 你们的敌人是谁 你们的敌人是资产阶级 是吧 资产阶级需要宪法 需要政治自由 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来反对沙皇 也用来反对你们 而你们所需要的是八小时工作日 反对八小时工作日 的是你们的老板 是吧 我们会沙皇会为你们争取八小时工作日 是吧 你们 是沙皇的忠实儿女 政府是支持你们的 而资产阶级 他才要疯狂的反对政府 是吧 所以后来那个像列宁他们这帮人 把这个祖巴托夫叫做 叫做警察社会主义者 或者说叫做警察民粹主义者 是吧 他就认为 他说选举政治不好 是吧 选举政治容易有富人当选 富人当选就会欺负穷人 他说我们不是选举产生的 所以我们凌驾于一切人之上 是吧 可以给 可以为一切人 主持公道 是吧 那个那个 但是他有的时候 他也会对资本家说 是吧 他说你们干嘛要反对政府呢 如果没有政府你们能对付公会吗 是吧 说有了政府公会就不敢太嚣张 是吧 政府会为你们对付公会的 是吧 最常见的是 通常很多专制者 他会对所有的人说 说这个社会不太平 都是老百姓不行 是吧 老百姓中有 那个那个穷人 有富人 是吧 那个富人欺压 穷人 穷人仇富 是吧 他说那个 那个那个 然后他对穷人说 他说啊 只有我们才能够 给你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 是吧 然后又对富人说 只有我们才能够为你们打压 那些 那些什么劳工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没有我们工人闹起来 你怎么办 是吧 或者没有我们那个资本家 欺压你们怎么办 是吧 就这样的事 其实啊 你会看到今天的欧洲左派 都是主张福利国家的 是吧 主张高税收 高福利 而右派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是吧 但是 这只是今天 所谓的今天就是 就是就是 宪政民主时代 在宪政民主以前的时代 左派不是这样的 是吧 那个时候如果有人提出 有需要有一个大政府来保护工人 是吧 左派是反对的 是吧 那个最明显的就是 当然后来其实已经编译了的列宁 是吧 列宁 后来大家知道 他成了一个所谓列宁主义者 但是他在早期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或者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那么他在1895年 这个社会民主党纲领 大家知道所谓布尔什维克 其实原来也是社会民主党 是吧 只不过是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而已 是吧 他曾经 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那个写过一个说明 他说 我们不能指望 那个那个 一个强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保障 是吧 反对一切想 靠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保护 来为劳动阶级 谋利益的企图 反对一切阻止资本主义发展 因而也阻止工人阶级发展的企图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不受限制的政府及其官吏的帮助 而是从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是吧 这些话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针对主巴托夫这些人的 是吧 根据这些观点 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要求 第一是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 第二是出版自由 第三更重要的是 废除身份证 流动和迁徙 完全自由 讲的简单点就是 那个统治者不能驱逐低端人口 是吧 就是我们有住在贫民窟的自由 是吧 我们住在贫民窟 可以抗议政府 为什么不给我们盖好房子 但是政府是没有权利 因为我们房子住的差 就把我们赶走的 是吧 大家知道只有这样保障性住房才有意义 我们现在的保障性住房叫做社会主义的这个制度 其实不是毛泽东时代有的 而是从西方学的 但是我们从西方学是学的变态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的保障房制度是首先承认穷人有权利在城里居住 你是不能赶走他 然后他住的很差 他就会要求你改善 那你就知道盖保障性住房 就帮助他改善 可是我们现在做法是相反的 如果你住的很差 你没有资格向政府要求保障 而是政府有权利把你赶走 是吧 你住的很差 中国从来不承认中国有贫民窟 但是中国认为类似贫民窟那样的地方都是违章建筑 是吧 那就把他们赶走 那假如说我要问如果住的差你就把我赶走 那谁来申请连租房呢 是吧 现在的问题就是在这 是吧 我们的所谓的保障性住房 竟是给那些不需要保障的人盖的 而真正需要保障的人都是要被赶走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像俄国当时就是这样 所以俄国穷人他的主张很简单 是吧 你也不要讲什么保障性住房 你先让我有流动和迁徙的完全自由 是吧 我首先要能够住在城里 是吧 哪怕我住在贫民窟里头 是吧 那么我住在贫民窟里头 我不满意 我可以要求你给我提供保障 是吧 那如果我连住都住不了 你随便就可以把我赶走 那我还能向你要求保障吗 是吧 我们曾经在深圳 看到一些那种外来打工的人 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棚里头 我们就拍照 马上那些人就跑出来阻止 说你们可不敢这样 我说你们这个情况 让社会知道了 他们会同情 大家会同情你们了 他说哪里 他说我们已经被赶了七八次了 好不容易躲在这个地方 没人知道 是吧 说说说 假如你一蹬出去 第二天城管就会来把我们打得头破血流 是吧 你说在这种情况下会有社会保障这回事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头的确是有 在这种情况下 说实在的 也不太可能有什么阶级矛盾 是吧 尽管那个时候穷人过得很 可能很糟糕 尽管那个时候 其实富人可能过得也不怎么样 是吧 因为政府随时有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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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没收他们 或者抄他们的家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那个啊 那个 像主巴托夫这些人啊 他们有一种理论 就是我前面讲过 列宁在他1902年的一篇著作中啊 曾经引证过他们的话 当然是用列宁自己的语言说的了 他说啊 那个 像主巴托夫那样的人啊 经常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 是吧 为什么是虚伪的呢 因为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 选出来的都是富人 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 他们欺压穷人 而俄国的沙皇不是选举的 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 沙皇高于一切人 既高于穷人 也高于富人 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 不论对富人和穷人都一样 是吧 所以他说沙皇要优越于虚伪的西方民主 是吧 你说这个说法有没有理由呢 是吧 当时还有很多人说 不能搞治政治自由 政治自由只能使资产阶级掌权 是吧 说议会是资产阶级的工具 只有高居于穷人富人之上的沙皇 是吧 才能比选举出一些富人来统治穷人的 这个制度要好 是吧 这个政策 这种说法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首先当时站出来 抨提这种说法的 就是左派 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就是早期的列宁这些人 是吧 当然我这里指的是早期了 他一旦坐上皇位就讲另外的话了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是吧 那么 这个这个方面啊 那个 我这里引的都是列宁作为批判对象讲的 是吧 那个列宁和普雷汉诺夫 就是列宁的导师 是吧 应该说比当时俄国的自由派 更为激烈的批评 所谓的西方民主虚伪论 和所谓的俄国撒谎公道论 是吧 呃 列宁曾经大骂 说是这种话完全是撒谎 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 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 可是在欧洲一切国 其他一切国家里 呃 请注意所谓的其他欧洲一切国家 实际上很多并不见得就是民主国家 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德国 列宁当时经常拿德国来说话 说德国如何如何好 俄国如何如何坏 德国说实在来不能算是一个 呃 当时不能算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他的宪政成分还是比撒谎实在要 要高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呃 如果与撒谎相比 德国可以算是个半民主的国家 是吧 或者说是一个呃呃 那个半宪政的国家 是吧 呃 但是那个列宁就讲 他说可是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里 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 也都能参加国会 其实这个话 说实在的是列宁有点讲得过分了的 应该说他们能够选举出他们的代表来参加国会 那个任何一个西方民主都不是直接民主的 是吧 呃 他们在团体人民面前自由的讲工人的贫苦生活 号召工人团结起来 争取过比较好的生活 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 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是吧 呃 显然 这个时候的 俄国左派 包括列宁这些人 从来不认为民主是虚伪的 也从来不认为国会只能代表资产阶级 当然国会中有资产阶级代表这是肯定的 是吧 但是国会中有资产阶级代表和国会代表资产阶级 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吧 这个是是是是是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是吧 就和那个国会中有少数民族代表 但是你不能说国会就代表少数民族 这是这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所以啊 呃 19世纪的欧洲左派一再讲 如果没有代议政治 无产阶级就不会有前途 是吧 而且他们都认为 他们在没有代议政治的情况下 他们甚至都认为 普选制就等于无产阶级的解放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呃 我们在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中 经常批评一种东西叫资产阶级民主 什么叫资产阶级民主呢 马克思恩格斯是不是讲过资产阶级民主呢 其实他们是讲过的 其实啊你看看马克思的著作你就会知道 马克思讲的资产阶级民主是有非常确切的定义的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就是宪政民主早期那种有财产资格制的投票权 是吧大家知道呃西方的民主在早期是呃不是人人都可以投票的 是吧他的投票限于纳税人 为什么是纳税人要能够投票呢 因为纳税人在当时的说法是国家是纳税人养的嘛 国家是纳税人养的纳税人就要有投票权 那你那些不纳税的人所谓不纳税的人指的就是穷人了是吧 因为呃当时无产阶级是不纳税的 所谓的纳税资格其实就是财产资格是吧 因为直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是吧 那个那个就所得税而言 如果你是呃呃穷人你是不纳的 那个富人你就要纳是吧 我们像经常讲无代表不纳税是吧 那个那个你拿我的钱是为你拿公众的钱是为公众办事 所以公众必须要讨论这个事是吧 没有经过公众讨论你是不能随便向公众拿钱的 皇上征税是不合法的 只有国会征税才是合法的 政府都不能征税的是吧 大家知道在现按照现代国家原则 唯一有征税权的就是国会 是吧 政府可以按照国会通过的财政预算花这笔钱是吧 来为老百姓办事 但是你政府不能决定要征税的是吧 政府下一个条文就说我要征什么税 那在在在那个在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是不可以的 那皇帝就更不用说了 我说我养三公六院的钱不够 想征一大笔钱 或者我要想征一笔钱修阿旁公离山木是吧 那是绝对不行的 是吧 你要征钱你就要在国会里头讨论干什么 是吧 那大家讨论觉得这些事情真的是应该做 而且需要若干 是吧 通过这个预算那你就可以征 否则你是不行的 这就是所谓的无代表不纳税 但是这个这个无代表不纳税 如果变成一个逆定理 那当然就不利于穷人了 是吧 如果不纳税 如果无代表不纳税变成不纳税就无代表 那就当然就不利于穷人了 是吧 等于就是你你你你你你不交税的 你就你就不可能享有民主权利 是吧 那么很多人就讲了 那你你你不纳税呀 这个国家不是你养的呀 那那你那国家那你就不应该对国家有有参政议政的那个权利吗 这里我要讲 这个一个合理的政治制度 他肯定是权责要对应的 是吧 你有什么样的责任 你就要有相应的权利 这个穷人是没有纳税责任的 至少就所得税而言 是吧 其实老实说穷人也是纳税的 因为那个现在社会很多税总是穷人也免 免不了的 比如消费税 是吧 所有买的商品中间都有税 你只要买了东西 你就要你就等于是要纳税了 是吧 但是就所得税而言 的确是有一个 的确是有个起征线问题 是吧 你如果低于这个起征线 你就不纳所得税 那你不纳所得税 是不是你就不对国家承担责任了呢 是吧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嘛 最简 作为一个公民 最简单对国家承担的责任 就是服从国家的管理 是吧 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国家 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国家的法律 是吧 你承认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 假如你要承认 那实际上你就是 还是被国家承担了义务 那你承担义务就要有权利啊 我凭什么服从国家 是吧 假如你说你是神兽王权 是吧 或者你说你 你你你你这个统治者的那个人种就比我高贵 那那另当别论了 但现在好像相信相信这种东西的人比较少 是吧 那你那你你人种又不比我高贵 你也不是神仙附体 是吧 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呀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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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算是不交税 是吧 那我不交税 我不依靠你的公共服务就完了嘛 是吧 你说那个富人他不需要高税收高福利 但他需要养警察 可是我是穷人啊 我穷光蛋 没什么东西需要保护的 我不需要警察 那行不行呢 是吧 当然是不行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 公民对国家管理 公共管理职能的服从 本身就是一种义务 他有这种义务就有相应的权利 是吧 所以普选权是有道理的 是吧 但是以前是没有普选权的 我知道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写 共产党宣言这一类书的 那个十九世纪中期 世界上有普选权的国家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是吧 那个就连美国 美国一开始就天然有普选权 但是因为美国是没有贵族的 是吧 美国基本上也没有多少 那个那个那个次贫的人 他们大家都是移民嘛 是吧 那个而且在所谓的移民 就是在船上就已经订了契约 什么所谓的五月花公约之类 是吧 但是奴隶也是没有的 是吧 或者说奴隶有 在美国南北战争前规定 奴隶有三分之二的投票权 是吧 也就是说一个奴隶相当于 三分之二个自由人 但是他的投票是主人带头的 是吧 那个那个 实际上 实际上保护的不是奴隶的利益 而是奴隶主的利益 是吧 因为我养了一堆奴隶我就有 我就有很多的投票权 是吧 但是 那个南北战争以后 当然就就就就已经在投票权上是平等的了 是吧 但以前是没有的 那么以前没有 恩格斯就明确讲 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嘛 无产阶级是没有投票权的 呃 这个国会是纳税人选出来的 纳税人都是有钱的人 是吧 那么有钱的人 纳税人选出来的议会 当然就可以只能 呃 呃 为 有钱人考虑 如果他不为有钱人考虑 他们就会用拒绝纳税来 呃 呃 要挟他 是吧 所以你必须要为纳税人 呃服务 那么为纳税人服务 当然就 呃 不会考虑不纳税的那些 那些人的那个那个利益 是吧 呃 所以呃 呃 那个时候 我这里讲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主张过暴力革命 他最主要的逻辑就是在这 是吧 因为他们当时认为 呃 无产阶级是没有呃 是没有民主权利的 是吧 没有民主权利 那当然你要解放就只能靠打仗 是吧 而打仗就会产生暂时的那个管理需要 是吧 所谓的专政 所谓的 其实就是那个紧急状态下的军事独裁官的意思 是吧 专政和专制是不一样的 专制可以是和平时代的 专政 其实他的原意就是打仗的时候的 那个军事指挥体系 是吧 在罗马 罗马是共和国 但是罗马在打仗的时候 是有 是吧 是有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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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军事独裁官的 是吧 呃 马克思从来没有讲过 无产阶级是可以搞专制的 是吧 但是他的确讲过无产阶级是需要 有的时候需要专政 为什么需要专政 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是没有民主权利的 是吧 那么无产阶级解放可能要用暴力 那用暴力就是内战 他用他的话讲嘛 无产阶级可能要通过十年 二十年乃至五十年的内战 才能获得解放 是吧 那如果实际上那就需要所谓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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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的独裁了 但是 如果实现了普选制呢 是吧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实现了普选制当然就不需要了 是吧 所以在那个十九世纪的中叶 他们一再讲说这个实现普选制是无产阶级首先要做的事 是吧 而且我前面已经讲过 如果按照阶级政治本身的逻辑 你没有待遇政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阶级政治 是吧 所以 他们也一再这样说 就是只有在民主条件下 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个阶级 是吧 倒不是说如果不民主就不会有打工者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如果不民主 你就没有待遇制 没有待遇制 哪怕有阶级也不可能有阶级代表的 是吧 哪怕你就是一个工人 你也不能说我就代表工人的 是吧 没准你就是个劳动模范 你就是代表资本家的利益的 是吧 不是代表 你是专门坑工人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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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这个 所以当时那个英国劳工政治是很发达的 是吧 英国的宪章派就是工会一个组织 他们要求普选权 当时他们提出了六个县章派的六个要求 六大要求 这六大要求啊 其实老实说里面没有什么经济要求 是吧 没有提出什么 什么什么公有制啊 什么消灭私有制 或者实行什么计划经济 国有经济 这方面的要求都没有 只有一条就是要求普选制 是吧 当然六条 归根结底一条就是普选制 是吧 那马克思是非常支持的 而且马克思说啊 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就是根据人民宪章 对宪法进行民主修改 所谓人民宪章就是要求普选制 是吧 他说如果这一点实现了 工人阶级就会成为英国的统治阶级 是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民宪章里头关于经济的条文 一条都没有 是吧 也没提出什么公有制 也没提出什么要消灭私有制 但是马克思认为 只要无产阶级是多数 民主政治就会代表他们的利益 那代表他们的利益 那有利于无产阶级的 不管什么要求都是提出来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 自从有了普选制以后 是吧 关于暴力革命的这些说法 就逐渐逐渐就消失了 是吧 我觉得这个是很简单的 没有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 从来没有讲过普选制 是资产阶级民主的 列宁讲过 是吧 那是后来的事 是吧 列宁自己不想搞民主了 他就会 那个那个那个 就会讲一些那种奇奇怪怪的话 是吧 但是马克思是没有讲过的 是吧 不信你们就可以查 马克思是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的 是吧 马克思甚至讲过 他对美国式的 那个普选制产生的那个体制 他是很称赞的 但是他也有过批评 他的批评是说 他说那个普选制产生的官僚啊 也有可能 当然他这里就批评的 主要是事务官 不是政务官了 他说也有很多 那个非选举的官僚 这些人可能成为一个 单独的利益阶层 而不顾选民的利益 请注意他这个时候也是在批评美国的民主政治 但他并没有说这些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 他只是担心这些人 可能会形成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 是吧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我这里只是讲什么叫阶级代表呢 是吧 就这个词的原意而言 所谓阶级代表就是阶级推举出代表 是吧 比如说工会推举出自己的工人领袖 是吧 那个工人选民推举出自己的工党议员等等 但是在某一些国家 不是阶级推举出代表 而是代表挑选出阶级的 是吧 在1953年 东德发生了六一七事件 是吧 就是那个东德的工人罢工 结果遭到东德政府的号称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那个那个东德 那个那个那个统一社会党 就是共产党吧 是吧 那个东德政府的镇压 是吧 大家如果去过柏林 就会知道 柏林最有名的大街 就是菩提树下大道 是吧 那么菩提树下大道 它的西端有一个门 是东西德的分界 就是伯兰登堡门 这条大道过了伯兰登堡门 还在继续延伸 但是它的路名已经改了 在西德境内的这条路 是吧 在西德境内的这条路 叫六一七大道 为什么叫六一七大道呢 就是纪念1953年 6月17日 东德工人大罢工的 受到镇压的 这样一场 这个事件的这条路 是吧 这个1953年 6月17日 事件是这个东欧国家中 第一次出现的 那个工人运动 被号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 严厉镇压的一件事情 是吧 那么这件事情 对于全世界的左派来讲 都是一个 那个影响很大的事 是吧 德国有一个著名的左派作家 叫做布莱西特 他今天还被认为 是德国左派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当年是个社会主义者 他因为他的政治倾向 所以在两德分立了以后 他是住在东德的 是吧 他也是认同社会主义的 但他对六一七事件 是非常不满的 是吧 那么他在六一七事件以后 就写了一首诗 是吧 这个诗的大意思 说 他说 现在东西德政府 都声称他们代表人民 可是代表人民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在西德如果人民不满意政府 那就解散政府 另外选择一个政府 是吧 他说 但是在东德不是的 在东德如果人民不满意政府 那政府就解散人民 另外再挑选一批人民 是吧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这一 就我们中国现在讲的一句话 叫做这借人民不行了 是吧 就是我们由政府挑一些人民 是吧 谁支持政府 谁就是人民 谁不支持政府 谁就不是人民 是吧 人民在这里 当然我们 大家知道 按照东德的定义 人民指的并不是传体公民 而是当权者指定的一些阶级构成的 是吧 比如说人民是由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和什么什么什么阶级组成的 是吧 那么其他的 比如说资产阶级 那就不是人民了 是吧 而且是人民专政的对象 是吧 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大家知道 那个以前我们很讲究什么人民内部矛盾和那个什么人民外部的什么之类的 是吧 那人民是由阶级组成的 阶级又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 人民既然是可以由他的代表指定的 那阶级当然也可以由他的代表指定 什么叫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就是由工人阶级的代表指定的那些人 是吧 你要是支持我这个代表 你就是工人阶级 你要是反对 你就不是工人阶级 是吧 你如果拥护我 哪怕你家财万贯 你也是工人阶级 是吧 如果你不拥护我 哪怕你穷得叮当响 你也是资产阶级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这些阶级同样由当权者来挑选 如果工人阶级不喜欢工人阶级政党 那很简单 那就解散工人阶级 另外挑选一个工人阶级 是吧 这样一来 当然所谓的阶级就 所谓的阶级政治就完全不存在了 是吧 因为你可以设想 是吧 没有委托代理程序 怎么可能产生代表呢 没有代 没有代意志 怎么可能产生阶级认同呢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在其他的政治类型中 没有代表也可以产生认同的 是吧 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 我们所认同的 这个共同体的对象 不一定是我们 有过委托的 是吧 哪怕我们没有委托 是吧 那么我们也会认同他 是吧 包括民族矛盾 包括宗教矛盾 都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但是阶级矛盾 不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 是吧 在阶级矛盾的情况下 是吧 如果没有代意政治 是不可能产生 阶级代表的 没有阶级代表 也不可能产生 阶级认同 是吧 不可能在这个认同的基础上 展开阶级政治 所以我前面已经讲过 没有代意政治 就没有阶级政治 是吧 因为民族宗教 自觉 在很大程度上 是情感性的 是信仰性的 是吧 除非正当民族宗教领袖的那些 野心家之间会有竞争 一般的信仰者之间 并没有竞争 是吧 你信仰基督教 不会妨碍我信基督教 共同的信仰 就可能形成认同的纽带 但是阶级自觉是不一样的 因为阶级自觉是以经济利益界定的 带有明显的 一个是个体感知性 是吧 我投入了某种要素 我希望得到最高的回报 这个回报是我自己能够感知的 第二就是同态竞争性 是吧 就是我会和 与我一样持有同样要素的那些人产生竞争 因为我们都要跟别的要素结合 是吧 是吧 一块土地我和你都想租 你租了我就不能租 一份好工作我和你都想要 但雇了你就没有办法再雇我 是吧 没有哪一个雇主 无论是国企领导还是私企老板 不喜欢自己雇员中的劳动模范 可是历来的工人运动 通常都与劳动模范为敌 是吧 本地工人排斥外来工 城里工人排斥农民工 美国工会排斥华工 工会会员排斥会外工人等等 不胜美举 劳动者是这样 企业家中的竞争更是家常便饭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我的委托 我怎么能认同你来代表我呢 是吧 难道就因为你和我都是工人 或者都是老板吗 是吧 大家没有听说过同行就是冤家吗 是吧 所以阶级既然以市场经济中的同类要素持有来分野 而要素的意义只有和他种要素结合才得以体现 因此持有同类要素的个体间竞争 是吧 竞争与他种要素的结合权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他种要素稀缺的时候更是这样 是吧 比如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 无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是吧 就业机会少 那我们就就就就就就争得更加厉害 但是如果是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 那当然情况就不一样了 是吧 那个那个 这是身份认同所没有的特征 没有委托代理关系成为一个阶级是不可能的 但是没有委托代理关系成为一个教派成为一个种族 是可能的 是吧 因此阶级政治不同于种族政治或者宗教政治之处 就在于他不可能以非代表的认同为基础 不经过委托代理程序成为代表 是没有办法形成真正的阶级认同的 正因为这样市场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要求代意志 从马恩到普雷汉诺夫和早期列宁也都强调 无产阶级首先要争取代意权 指出在民主治下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一个阶级 是吧 总之如果说种族政治宗教政治可以不必是代意政治的话 那么阶级政治必须是代意政治 尽管代意政治并不一定是阶级政治 是吧 这个定理成立 逆定理不见得就成立 但是阶级政治是必须是代意政治的 是吧 那么 所以我说以前人们讲什么农民战争 都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我觉得是胡说八道的 根本没这回事 哪怕农民战争的领导人是个贫农 他也不会代表贫农的 是吧 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 是吧 朱元璋是穷的 连那个父母死了都没 一个席子一卷就埋了 是吧 而且他没有忘本了 我们老说当了皇帝你就忘本了 没有 大家看看明文海中朱元璋写的那篇 那个欲治皇陵碑记 他后来当了皇帝 把他的父亲祖父都追认成什么皇帝 然后埋葬 埋葬了 然后立了一块碑 那块碑 那块碑我们今天看了就是一个绝好的义苦思填报告啊 是吧 里头讲到他早年的经历的时候 那真是自治血生生润 是吧 对那个妇人的控诉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所以后来他就把那个什么审判三世的人都一网打尽了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他对穷人也是最凶的一个 是吧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是吧 这个他你现在你即使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论 也是说他在做贼的时候是代表农民的 当了皇帝就是成了什么封建帝王了 是吧 但是这个说实在的他也没代表封建帝王 是吧 你说他代表封建帝王 他怎么会把那个什么几乎天下的妇人都给搞光了呢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的 是吧 朱元璋说实在的就只代表他自己 是吧 而这个皇上的官吏 皇上的官吏 你也不能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 你可以说皇上的官吏代表皇上的这一点是没有问题 是吧 因为他的权利是皇上给的嘛 是吧 但是他既不代他不代表社会上的任何人 他既不代表穷人 也不代表富人 是吧 他们就代表啊 他们除了代表自己外 他们就代表皇上 因为他们很简单嘛 他们是用我们传统的说法 他们是朝廷命官 是吧 既然是朝廷命官 那你就代表朝廷 是吧 你就代表皇上 是吧 不代表任何平民 不管是穷的 还是富的 是吧 那么 这里我要讲 这个 马克思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 和 和 和列宁时代是不一样的 当然他也有一些 共同的点 是吧 马克思说 他的贡献不是发现阶级和阶级斗争 而是发现阶级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决定论 是吧 就是阶级产生和变化都是由经济条件变化决定的 这是第一 第二他认为 今天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发展成无产阶级专政 是吧 这是在当时没有代一致的条件下 他做的一个说法 但是他的确有一个偏向是和后来的列宁一样的 就是他认为阶级斗争是最尖锐的一种斗争 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他虽然说无产阶级要争取代一致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无产阶级能够争取到代一致 其实是没有多少信心的 因为他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资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的 是吧 所以如果你不打一仗 无产阶级是没有民主权利的 是吧 但是他 是吧 所以他把那个阶级矛盾是看得是非常之严重 这一点我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 是吧 他正因为这样 他对英国无产阶级寄予了最大的希望 大家知道 马克思早期啊 他搞那个什么正义者同盟的时候 主要是跟一帮 那个 德国侨民中的布朗基主义者 搞在一块 这些人基本上都不是工会的人 这些人都是一些 那个主张搞那种 先锋对政治 是吧 就是极少数人的那种 密谋夺权啊 什么什么 搞在一块 后来他就觉得这些人不行 后来他就觉得最有希望的是英国的那些工会 是吧 于是他就跟那个宪章派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 但是他当时的说法是宪章派逐渐逐渐就会把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然后就搞革命 后来发现英国的工人运动最发达 但是英国最没有革命的可能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他是 对于他来讲 晚期是非常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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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困惑的 是吧 还有一点 我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阶级斗争 非常之尖锐 这个是马克思的说法了 这个说法后来被列宁继承了 但是不一定对 但是马克思还有另外两个说法 我觉得非常重要 一个是关于阶级意识的经济决定论 是吧 就是马克思从来是认为存在决定意识的 是吧 因此所谓工人阶级的意识 就是工人作为雇佣劳动者 雇佣劳动者所产生的那些意识 是吧 这个意识就是作为工人 他自然会有的 是吧 而所谓的工人组织是什么呢 工人组织就是工人政大 马克思从来没有认为工人政党 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的说法 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常识 大家不用看别的 大家看共产党宣言就知道了 是吧 共产党宣言里头 专门有一张题目就是 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关系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如果按照我们第三国际的原则 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无产阶级先锋 对 其他都是异端 都是资产阶级 都是反动派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 那马克思的那个共产党宣言还能成立吗 是吧 他就说 是吧 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观念 存在决定意思 是吧 雇佣劳动就会产生雇佣劳动者的意思 是吧 雇佣劳动者 运用自由结社权 就会形成工人政党 而工人政党不见得只有一个 是吧 他可能会很多的 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这一点 工人政党 不是工人之外的人 用某种原则去塑造的 是吧 这一条其实等于是否定了所谓的先锋队理论 这个我要讲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 马克思从来没讲过的 是吧 这是列宁的理论 而且具体讲是 那个民粹派的理论 这个我就不多讲了 是吧 他的原话是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是吧 他说现在有很多工人政党 共产党人也是一个工人政党 而且并没有什么特殊 是吧 他说共产党人也不提出任何特殊原则 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是吧 我可以把这个说法叫做不塑造论 那个列宁是完全和这个说法是对立的 列宁有一句最有名的名言说 说工人中不会产生 不会自然产生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一定要从工人之外 由先进分子 从外面对他们进行灌输 这是马克思 列宁在那个怎么办这本书里头 提出来的一个很有名的言论 很有名的理论叫做灌输论 是吧 就是无产阶级你自己组织起来 那不算 是吧 一定要我从外面给你灌输一种理论 你就成了无产阶级的代表了 可是这么一来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那么还有一点 就是马克思认为阶级政治取代身份政治 是资本主义的趋势 不仅必然 而且可遇 为了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他赞成超越一切身份认同 不仅工人无祖国 鼓吹国际主义 而且马克思支持自由贸易 是吧 现在很多人说 不过当然中国现在贸易战了以后 中国好像成了自由贸易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安慰者 大家知道仅仅在三年以前 国际上普遍的看法是包括中国国内的新左派朋友 也是这样说的 是吧 说NGO 说WTO是美国的阴谋 美国想鼓吹自由贸易 而全世界的左派都是要抵制自由贸易的 是吧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个这个说法在前几年还挺流行的 是吧 但是最近嘛 我们国家的左派经常是上面怎么说 他们也怎么说的 是吧 那就有点就有点那个啥了 是吧 但是马克思是支持自由贸易的 马克思是反对国家管制的 是吧 那么总而言之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具有存在决定 而绝不是教义决定 政治多元而绝不是政治一元 普世性而绝非分身份性的特点 但是他也具有你死我活暴力革命的激进色彩 但是我们知道 假如真的是存在决定的 而不是教义决定的 假如真的是政治多元而不是一元的 假如真的是普世性而非身份性的阶级政治 他恰恰就会具有非极端性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这种政治一般来讲都是理性的 比较温和的 是吧 代议政治最发达的英国离革命最远 而英国最动荡的地方 就是教派认同发达 阶级政治不发达的 北爱尔兰地区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时候到了 19世纪末 列宁出来以后 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吧 我们知道 列宁最有名的一个变化 就是他用灌输论取代了 马恩的存在决定意思的 不塑造论 是吧 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者 不会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塑造工人运动 是吧 共产党也不是一个特殊的工人政党 是吧 共产主义只是无数工人政党中的一支 是吧 一提出灌输论 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把由经济来分野的阶级变成了以教义来分野的教派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你同意我这个教派你就是无产阶级 你不同意我这个教派你就不是无产阶级 这样一来 所谓的阶级矛盾就成了教派的矛盾了 而我前面已经讲过 真正的阶级矛盾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但是一变成宗教 一变成那个教义矛盾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用灌输论取代马恩的存在决定论的存在决定意识的不塑造论 他就把阶级从一个经济利益分野的概念变成了教派分野的概念 是吧 哪怕你万贯家财 你认了我的主义 你就是无产阶级 哪怕你一文不明 反对我的主义 你就是阶级敌人 而有权灌输主义的那个教主从此就不需要委托 他就成了天然代表了 是吧 因为那就变成宗教了嘛 那宗教的教主是不需要选举的 是吧 也没有什么代义制原则的 是吧 有权灌输主义的教主从此就不需要委托 就成了天然代表 而且他有权利诸出异端 是吧 那个列宁自己讲了 他说那个民意党的组织原则是我们的模范 大家知道列宁的哥哥 那个亚历山大乌里昂诺夫 就是民粹党的劣势 民粹党其实 如果用中国听得懂的话来讲 就是俄国的一个会党 是吧 就是完全按照那种秘密组织 什么宣誓效忠 不准退出 你退出就是背叛 是吧 我就要把你给杀掉 是吧 什么诸如此类的风行 那种贼船能上不能下的那种原则 是吧 那一种组织 当然他也是个反抗组织 是吧 而且老实说 包括孙中山的那个同盟会 后来搞成中华革命党 也有点变成这个样 但是你在秘密条件下 你是难免的 是吧 你在非法条件下 你是难免 但是你变成合法了以后 还这样 那就很不正常了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不太行了 是吧 而且他立行议员化 不仅不承认其他工人政党 本党中的其他派别 就像孟斯维克 原来跟他是党内的同志 是吧 社会民主党 当时有多数派 少数派 是吧 多数派 俄语就是 孟斯维克 是吧 少数派就是孟斯维克 但是他后来说 孟斯维克是敌人 是吧 他把马恩的 无产阶级专政 从没有普选权的工人 以暴抗暴的主张 变成了与 代义政治直接对立的 是吧 以绝大多数人为敌的 先进者专政主张 是吧 这个不是人民民主 这个其实就是反民主的 这马克林明确讲的 他1902年他曾经讲 他说为什么俄国 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呢 是因为俄国 大多数的人是农民 是吧 无产阶级只是少数 是吧 如果多数 如果进行选 如果进行选举 无产阶级不可能得到多数票 是吧 多数人是保守的 是落后的 因此多 中国 俄国就需要一个 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 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专政 用他的话讲 十个 六十个农民必须听十个工人的话 是吧 这是他的原话 当然他没有讲下来 他没有截下去的说法 我其实可以类推 十个工人必须听 三个先进分子的话 三个先进分子必须听一个领袖的话 是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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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变成是皇上了 是吧 那么 但是这么一来了 阶级斗争就真的变成你死我活了 是吧 大家知道我前面已经讲过 真正的阶级斗争是不会 阶级政治是不会你死我活的 但是变成教义斗争以后 那就是宗教战争了 是吧 宗教战争 说实在的已经比 那个阶级政治要难解决的多了 是吧 结果你又变成是 你又变成是争夺教主的战争 那就问题就更大了 这个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嘛 这个问题真的是不能和平解决的 是吧 如果是到了那个时候 那真的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 谁战胜谁的了 是吧 那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所谓的阶级代表 是不需要委托代理的 不需要带意志的 是吧 那么他成为阶级代表的唯一条件 就是杀掉竞争者 是吧 大家想想后来是不是这样 就是变成是你死我活的了 是吧 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天无二日 阶级无二主 是吧 在无产阶级政党内 我杀了你 我就代表无产阶级 你就是阶级敌人 专政对象 如果你杀了我呢 那你就代表无产阶级 我就成了阶级敌人了 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 那当然就是你死我活的了 是吧 比如斯大林杀了托罗茨基 那斯大林就代表无产阶级 托罗茨基就是阶级敌人 是吧 但如果有照一日 托罗茨基把斯大林杀了呢 那托罗茨基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 斯大林就是阶级敌人 那如果是这样 能不你死我活吗 是吧 如果是这样 是吧 那能不 那个那个 那个谁战胜谁吗 但是这样的斗争能叫阶级斗争吗 是吧 所以我要说啊 那些声称自己 那些现在被认为是阶级斗争 扩大化的国家 没有一个真正搞过阶级斗争的 是吧 他们搞的都是拉阶级的 大旗做虎皮 搞的皇权争夺 是吧 这个倒真的是你死我活的 是吧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去那么害怕什么阶级啊 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概念 其实在代议政治下 西方的工会领袖 工党议员和左派政客 你也不能说他们道德上是洁白无瑕的 他们也会有权势欲 但是他们的阶级代表资格是要阶级选民委托的 代表权是要拥有自由意志的阶级群众授予的 杀人管什么用呢 是吧 你杀了人 你就可以得到多数票吗 是吧 代议政治下 工会和三会的斗争不需要你死我活 工会工党和左派阵营内部领袖的产生 同样有斗争和竞争 但是这种竞争无非就是竞争党内的提名 杀人既不可能也没有意义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 假如一个国家的政治分野 是按照这种意义上的政治分野来进行的 是吧 那么这种国家的宪政是比较容易维系的 这个国家认同也是比较容易产生的 是吧 道理很简单 是吧 第一 左中右的分野是灵活可变的 而民族归属宗教信仰的分野是相当固定的 是吧 是很难改变的 是吧 那个多数选民这次支持左派 下次大选他们就可能支持右派 是吧 但是你搞了一个少数族的党你是不可 比如说在南非你搞一个白人党是不可能赢得选举的 是吧 在美国你搞一个黑人党你也是不可能赢得多数的 是吧 因为这个人口结构就决定了你多数永远是多数少数永远是少数 是吧 这没办法竞争的 那个宗教也是一样的 是吧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 呃 在阶级政治 在这个主义政治中 是吧 他本身就是普世的 是吧 不管是资产阶级还是物产阶级都是普世的 是吧 你假如你对你的主张有信心 是吧 你就会更你就会强化对国家的认同 是吧 就是因为你就是要你在在这个国家 你就是要求在这个国家实现你的理想 是吧 但是如果你是个族群党就比较麻烦 是吧 如果你是个少数族的族群党 你再有信心你都不可能成为多数的 是吧 你如果有信心那你就只有主张离开 是吧 这个就你信心越大 这个国家就越不稳定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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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这个就很麻烦 是吧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这句话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但是你是很难认证 我认为是不可能认证的 这就是啊 就是所谓的大民族离不开小民族 小民族离不开大民族 这个话当然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话 我们也应该讲 但是这句话在理论上能认证吗 我觉得根本没办法认证的 因为历史上大民族赶走了小民族 甚至征服了小民族 屠杀了小民族 灭绝了小民族 这种例子 比比皆是数不胜数 是吧 谁离不开谁呀 而且是吧 这个民族之间的竞争 经常就是争夺生存空间呢 是吧 这个空间是我的就不是你的呀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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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阶级才真正的是谁都离不开谁的 是吧 所谓的阶级 我前面讲了 就是不同生产要素的 就是不同经济要素的 那个利益最大化 是吧 那你不同经济要素 你不能单独抽出来说产生利益的 你所有的要素都是要和别的要素结合 你才能产生利益的 是吧 所以你说资产阶级再反对无产阶级 他也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干掉嘛 是吧 干掉了 谁谁给他打工啊 是吧 那你工人阶级呢 有人说资产阶级不能消灭工人阶级 但工人阶级可以消灭资产阶级 你就消灭了资产阶级 你企业不是照样还要有管理人吗 是吧 你有管理人 你不是照样得听他的调遣吗 是吧 是吧 这个雇员需要雇主 雇主也需要雇员 是常人都很容易理解的道理 而所谓大民族离不开小民族 小民族离不开大民族的道理 虽然政治正确 但是它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原则 你是很难认证的 是吧 所以在正常情况下 工会和资方达成妥协 以及类似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妥协 出租人和陈租人达成妥协等等 要远比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 俄罗斯人和车臣人达成妥协 要容易得多 劳资合作也要比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合作 容易得太多 是吧 第三 左中右的分也是理性的 有道理可讲的 就是用我的说法叫做有个体感知性的 是吧 可以与实际利益挂钩的 是吧 那个那个我们今天讲 我们上次讲那个那个 那个有一个土改工作队员 对一个老大 对一个老太太说 哎呀你信了共产党 共产党就给你土地 于是他就不信了 老实说对宗教 你这个说 你这样的说服 你这样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但是对于阶级政治 是有这个说服力的 是吧 比如说我成立一个工会 说你加入的话 你的权利就可以得到维护 是吧 或者说 你是个穷人 我是个左派 我对你说 我是主张高税收 高福利的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我上台了对你有好处 是吧 或者假如你是一个办企业的人 我是主张 我是个右派 我是主张自由放任的 是吧 我上台了会取消赋税 是吧 会增加那个经济自由度 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机会 也对你有好处 是吧 那么你可以接受 是吧 这都是可以的 只要是理性的 就可以讲道理 但是如果不是理性的一种情感的 你是根本跟人讲不了道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爱我妈 这是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是吧 为什么呢 是吧 是因为我妈比其他人的母亲 有什么特别的长处吗 是吧 他比其他的妈要漂亮 或者要有钱 或者特别聪明 都不是 是吧 就是因为他是我妈 而别人不是 是吧 这个东西没什么道理可讲的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是讲不通的 是吧 那么讲不通 你也很难和什么实际利益挂钩 就是产生那些什么 什么妥协 讨价还价 是吧 大家知道 可以讨价还价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量化的东西 是吧 而这些 这些什么交易啊 这些什么 通常都是不能量化的 是吧 正因为族群认同 没有道理可讲 他也很难综合 包括爱国也是这样 是吧 有人说 我们爱中国 是因为中国历史悠久 帝大物博 那如果是这样 那爱美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是吧 美国的历史并不悠久啊 是吧 那如果爱卢旺达 又是什么原因呢 卢旺达又不是大国 而且也不地大物博 是吧 这个东西 他就像爱我 是一样的道理 是吧 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 是吧 那么这个 是吧 这个 这个 他也没有道理可讲 他也就很难综合 是吧 你说 我们现在的左右派 我们可以各让一步 成为中左派 中右派 甚至中中派 是吧 但是如果是教义 的冲突就很难办 是吧 你说我能够搞一个什么 那个 我可以实行一个 半左半右的政策 是吧 或者实行一个 不左不右的政策 实行一个中派政策 可是你说 我在宗教上 持一个 一个半维 一个半基督教 半穆斯林的立场 好像就很难设想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我在民族性上 我要定义 我要我要持一个什么 半汉半围的立场 也是很难设想的 是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 阶级利益本质上 是一种经济利益 而经济利益是最容易 量化的 最容易量化的利益 也是最容易讨价还价 是吧 假如我主张 就是工会主张 是吧 那个那个 一百块钱工资 劳动八小时 是吧 那那资本家主张 我只愿意给五十块钱工资 让你劳动十小时 那么最后达成的妥协 很可能就是 是吧 就是就是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九百块钱工资 劳动九个小时 是吧 总而言之 它是会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一个一个东西 但是前提是 这个东西是 是能够量化的 是吧 如果不能量化 你就没有办法讨价还价的 是吧 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 比民族矛盾 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 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 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 是吧 所以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性 就是它是比较强调阶级之间的那个矛盾 而不强调民族矛盾 他甚至认为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是假的 并不存在这种矛盾 有这种矛盾是因为资产阶级挑拨离间才会产生的 是吧 我刚才讲的那个那个毛泽东就是这个说法 是吧 说那个无产阶级是不会歧视黑人的 只有那个只有资产阶级才会歧视黑人 目的是为了分裂工人队伍 是吧 那还有包括宗教也是一样 是吧 你说这个基督教和基督教和穆斯林斗争了上千年了 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什么时候才有的 是吧 这个所有的矛盾都是资产阶级 制造的哪有这回事呢 是吧 但是 我觉得基于他们的普世原则 他们愿意强调阶级矛盾 这个其实并没有错 这个 我觉得这个说法之所以可取 就是因为 阶级矛盾比前面其他几个矛盾 你讲的其他几个矛盾容易解决 而且尤其是在待遇政治下 容易解决 当然如果不是待遇政治很难解决 但是不是待遇政治 他也就不是阶级政治了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认证过这件事 是吧 由于阶级政治必然是待遇政治 而待遇政治一般都是比较容易妥协的 是吧 那么 因此阶级 这个 这个 阶级政治凸显一点 我觉得并不是 并不是坏事 但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错误就在于他恰恰把那个最容易解决的矛盾说成是你死我活的 谁战胜谁的 需要用专政 需要用暴力来解决的 而反对妥协 是吧 反对 呃 代意志 甚至推出一种反对代意志的理论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很成问题 是吧 呃 这个 这个 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 尤其是列宁的 呃 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 并不在于他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 而恰恰在于他其实用 其实是在用教派专政 皇权争夺 来代替了真正的阶级政治 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 人为的弄成了你死我活 谁战胜谁的局面 是吧 这种理论 在利益关系上 他把 是吧 本来很容易化解的劳资对立 强调的跟 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对立一样 是吧 你死我活的 像阿以对立那样去激化劳资对立 在观念问题上 像旧时的宗教战争持有的那种观点 是吧 我铲除异端 是吧 那么 像列宁这些人就是抱着一种铲除异端的观点 是吧 凡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 是吧 那就 那就要对他进行宗教审判 是吧 那个就像 基督教 就像基督徒战胜穆斯林一样 去镇压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 其实有很多所谓资产阶级思想 根本就是左派思想 是吧 只要不同意他的 他就要镇压 是吧 就像那个 那个宗教法庭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 结果就会造成 社会的严重损害 而且 这种损害是遍及各个民族的 遍及各个宗教的 是吧 实际上是一种双疏之局 这种双疏之局会使所有的人都不满意 但是 在原来已经有民族矛盾的情况下 如果你只给他这样一个出口 这种不满意 很容易就会转化成民族之间的怨恨 是吧 本来大家都受到极权制度之害 是吧 但是 少数民族可以因极权统治者属于优势民族 而认为是后受到了后者的民族压迫 是吧 而在没有民族授权的情况下 极权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 而让利 让权于少数民族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可能发生的 是吧 就像我前面讲的 那个那个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 从俄罗斯那里隔给 那个乌克兰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 这种行为能不能被 少数民族理解为一种 优势民族的善意呢 是不可能的 是吧 因为事实上这也没体现什么善意 是吧 如果体现的话 只不过体现了 赫鲁晓夫本人的 某种意志而已 是吧 所以啊 这么一来啊 就比较麻烦 是吧 这种情况下 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是 少数民族受惠了 不会感谢优势民族 是吧 它的确也没什么理由感谢 是吧 因为这并不出自后者的民意 但是受害了 他们肯定怨恨优势民族 是吧 这样优势民族 少数民族 双方的公众都不满 遇到合适的机会 就会爆发出来 而且一旦爆发出来 国家的认同就会受到 就会受到问题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话题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 我们下面再讲两个别的例子 是吧 我们现在先课间休息一下吧 好 谢谢 谢谢大家